恭喜小雅 恭喜阿烈 从今天开始 将士就是你的了 你们什么人 要你们命 将士 将士 你不傻了 放开阿脸 将士 你个傻子 凭什么当教士新人总裁 我已说服临时注资 严惩项目不会烂 前提是我来执掌将士 谁赞成 谁反对 你想的没 将士你这个是 没用的东西 拖出去 送到监狱 好好贵 是 阿脸 阿脸 将士 还有谁反对 我不赞成 我们赞成 将士你 这么着急 出卖江家机密 害死不住 虐待己 逼死我 忙坏了吗 将士 一个傻子拖累我这么久 这些都是你们江家骗我的 是 很好 把他送去缅甲 是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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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恶毒前期总算下线了 跟我同名同姓 晦气死了 不过被做成人质折磨四年 将辞这大反派还真够狠的 四小姐 手术马上开始了 好 同样是要死 我还是先担心自己吧 病人大出血 快 通知家属 我这是在哪里啊 我 不是手术失败死了吗 客人是害羞了吗 你谁啊 你别碰我 苏小姐 我是泽泽 你怎么了 不是你专门叫我来 说要妻子江家那个老不死的吗 江家 苏小姐 我该不会叫苏入水吧 这不是交亲男宠的情节吗 难不成我穿输了 而穿成了大反派的恶毒前妻 还是找鸭子被捉奸的剧情 完了完了 这要是远不过去 岂不是要被大反派整死啊 不行 我不能做一个逼 这 这是大反派江辞 这位 老公 你别误会 我和他 不 别打我 我会乖的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差点忘了 这个时候江辞还是个被原住虐待的傻子 还有三个人 来得及来得及 那不见老公哥 接你用 我没钱了 没钱可以借高利贷啊 你在干什么 爸 您怎么来了 苏苏水 爷爷给了你这么多的钱 你竟然还让我爸给你借高利贷 不是你抽什么疯 够了 苏苏水 这个男人是谁 你刚才 在做什么 爸 我们这是在玩大富翁呢 大富翁 是啊 我怕阿次一个人在家太无聊 就找了个人陪他一起玩桌游 没想到 爷爷 你不能信他 他就是个骗子 凯然 既然误会解开了 我们还是来说正事 猪猪的病不能再脱了 上次让几人带话 请你去给猪猪捐骨髓 你不肯答应 还把警人打成这个样子 这原来是苏苏水打的 下手也太狠了 不过猪猪 是书里那个 因为苏苏水不肯救治 活活冰死的女儿 姜宝珠 出卖江家机密 害死猪猪 虐待警人 逼死我 这次我亲自来找你 只要你肯救猪猪 我可以奖励你 不用奖励 爸 我愿意救猪猪 什么 我现在就去医院 配合手术 快 快跟上 唉 江家这群人 做完手术就消失 你太过合拆桥了 江家的报表 什么时候能拿到 什么 别给我装拿 想搬倒江家 少不了你的 你有毛病吧 现在诈骗组织 这么没有门槛吗 麻烦你话比 有点诚意 再敢联系我 小心我把你们一锅端了 好了 这下出卖机密的妖蛾 自己找上门了 还有三个月 我该怎么办啊 江慈 别打我 我会怪的 我去 都把人虐待出条件反射了 怪不得江慈恢复第一件事情就是整死他 不对 现在是要整死我了 你别害怕 我不打你 我不打你 你有什么事吗 是猪猪 猪猪想妈妈 想让你看看她 行啊 不 不去也没关系 不想去可以不去 我先走了 拉点小女儿的好感知 江慈杀我的时候 好歹有个人拦着 等会儿 走吧 去看猪猪 哥哥 妈妈什么时候才来看我 我不是说了吗 她很忙 没时间来看你 但你不是说妈妈也很想我的吗 哥哥 妈妈是不是 因为我一直生病 不喜欢我 不是的 妈妈 你来看猪猪了 你怎么会 是真的妈妈 妈妈专门来看猪猪的吗 妈妈很想猪猪的 是专门来看你 哥哥说的是真的 妈妈好漂亮 身上香香的 素若水这个傻千刀的 怎么眼睁睁看着 这么可爱的小天使死的 还好来的是我 猪猪 你先休息 我和妈妈 有话要说 珠珠 妈妈下次再来看你 妈妈 苏若水 你找我妹妹干什么 我们没有钱给你 素水水你 素的腻呀 小兔崽崽 我过来见见我女儿怎么了 是她想见我 果然 你是不会改的 什么 苏若水 你休想再害我爸爸和猪猪 我都都都 我不了了 慢点啊 谢谢你啊 对不起啊 竟然 竟然她不是故意的 她都把我摔成这样了 还不是故意的 她 哎呦 好疼 哎呦好疼啊 你说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被亲儿子误会就算了 刚做完手术 还有伤伤 加伤 你别哭别哭啊 我容易吗 我以前做的事不对 但现在我已经喜心革面了 再怎么样 我也是她妈 居然这么对我 是是 你先别哭你 她错了 她她她真的错了 我让她给你道歉还不行吗 这可是你说的 她错了 你到时候可别不认账 放心吧 我不会把这件事说出去的 谢谢啊 你 真是个好人 不错 快去把你正确的三观 传递给你的好大儿 你把她送回去了 嗯 她说 她不会说出去的 谁知道她这次又想耍什么花招 救了猪猪 她肯定又要找爷爷提不少条件 嗯 嗯 爸 你干嘛 向你传递正确的三观 妈妈 这就是我们的家吗 我只在照片里看到过 当然了 以后猪猪就可以和妈妈一起生活了 快来看看妈妈给猪猪准备的公主房 真好 小天使喜欢我 三个月后不用死 公主房 我看她能装多久 哼 看她能装多久 阿慈 我把你的房间也装修了一下 快来看看喜不喜欢 好呀 我来了 喜欢吗 嗯 那应该要说什么 谢谢啊 要说 谢谢姐姐 谢谢姐姐 这个女孩 景时拍卖会 真的要我去吗 好吧 我知道了爷爷 景时拍卖会 原书里一个流派石头 看出帝王绿的那个 你该不会是要去浴室拍卖会吧 我也要去 你想干什么 我警告你 乖 只要你带我一起去 到时候真的开出监货 咱们五五分 江家现在正是缺钱的时候 别人心 按照剧情 酥肉水之前用江宝珠的病 占了一大笔钱 导致江家自行紧张 我得赶紧补上这个窟窿 我才不要你的钱 猪猪 你哥哥居然 行 我带你去 你们悄悄背着我 你要去哪儿 吓我一跳 阿慈 我和景然有事情要出去 你乖 你在家等我们 我不信 你们是偷偷背着 我要出去吃冰淇淋 对不对 我也要去 好 猪猪啊 好好好 带你走 呀 热水 你怎么来了 还带着你最讨厌的傻子一起 原来是酥热水的毒闺蜜 还想挑拨离间 坏 这是我老公 也是江家名正言顺的画室人 轮不到你来这里指手画脚 你 早就听说景然这个小屁孩 打理公司力不从心 没想到是真的 江总都这样 还要强拉他出席这种场合 这谁啊 拍卖会怎么还有小丑了 蹦你 你 苏热水 你装什么装 当初你可是差点的嫁给我 别以为你现在半路改邪归正 江家人就能放过 原来是跟苏热水 理应外和窃取亲密的狗贼江脸 原来是江脸堂弟啊 这还没拿到剧成权 就忙着多管闲事了 你 来来来 有本事你就动手 看看明天 你家还能出现在董事会上吗 不许欺负姐姐 算了 懒得跟个傻子一般见识 害怕我家阿慈 就说害怕 嘴巴比拳头异 爸 你突然护着他干嘛 姐姐是好人 咱们不能看他被欺负 知道了吗 不敢动手就算了 锦仁阿慈 我们走 你以前不是跟他们一起欺负我的吗 要你管小屁孩 你瞒我 洗心革命 阿脸 苏热水是不是疯了 不光不听话 还敢这么打我们脸 是时候敲打一下苏家了 正美的事 我看他都要忘干净了 一百万 两百万 三百万 一百万 两百万 三百万 六百万 一千万 恭喜十号成交 你一个都不拍 那闹着跟我来干什么 还能是因为什么原因 没钱了呗 早就听说 江家资金链周转不开 看来是真的呀 不急 接下来是本次拍卖会的 最后一块原石 曾经留拍过五次 起拍价五百万 五百万 既然没有人起价 那么本次拍卖会 等一下 五百万 我要 还真有冤大头 愿意买这种东西啊 钱多得没出花了吧 几百万买个废料 热水 玉石又不是大白菜 越大越好 这位小姐 虽然我是这场拍卖会的拍卖师 但是还要提醒您 这块可是在这里 割了十五年的废料 您真的要买吗 江夫人都那么执着了 赶紧落锤吧 好让江夫人看看 什么叫纯种帝王烈 这位小姐出价五百万 还有人要加价吗 苏若水 江家是不会出钱买这种废物 我有钱 我可以给姐姐付钱的 什么 竟然 这块石头很漂亮 这就是一块普通的破石头 哪里漂亮 恭喜这位小姐 以五百万的价格 陈交十五号拍品 恭喜啊 苏若水 五百万就买了块费石头 我要求现场切 现场切 你确定 这切了可就不能反悔了 切 切切切切 笑死人了 五百万买了块费石头 苏水 你看你现在的眼光 跟傻子一样 很遗憾 看起来这块石头 正如专家所说 并没有什么切割价值 还有那么大一块呢 再切一次呢 这 什么时候 傻子也能指挥拍卖会了 若水 你赶快管管你家傻子吧 要不然 这块大石头 连摆件都做不了 贴阿瓷的 再切一次 苏若水 你是不是故意 想让我爸出丑了 然然 不能跟大人这么说话 谢谢 你看 阿瓷 你觉得怎么样 再切一次 听到了吗 我先生说 再切一次 江太太 我可以理解你的心情 要不然这样 我做主 再给您打个九折 苏若水 这点甜江家脱得起 恐怕 别丢人了 我说继续切 再切 一定能切出好看的颜色 你就给他切吧 你没看 他快玩不起 要哭笛子了吗 还让那个傻子给他帮枪 公司不会真的像传闻一样 私信链断裂了吧 这点钱就这么沉不住气啊 快快快 给他贴一刀 我好发网上去 五百万买个四分五裂的大石头 笑死人了 真是 花几百万买了个废料 也快可怜哪 我们就当 看个笑话吧 苏若水 你这一次敢让江家颜面扫地 信不信我 你怎么知道一定会颜面扫地 苏若水 小巴总 如果这次我赢了的话 你就叫一声妈妈怎么样 妈 出 出绿了 今天最辣的帝王绿 出绿了 居然真的出了 这段市道 才开了一半不到 该不会后面还有货吧 那么多专家都判断是废料的料子 居然开出了杨绿 没想到废料的包裹下 竟然有如此照样的颜色 到底是奖心呢 还是天赐 不可能 肯定只有那一点而已 姐姐 它可以更漂亮 能不能再切一次 可以了 再切 要是没有 我就毁了 伤恩物造 听你爸的 好大一块啊 竟然全是绿 这不可能 居然开出了一大块帝王绿 别透不练 这绝对是我近年来 开到最大的一块帝王绿 帝王绿 那岂不是 价格起码要翻了一百倍啊 这 还是我老公有眼光 江夫人 这么大一块帝王绿 你也未必全用得上 不如我们合作 是啊是啊 我们李氏可以和您共同开发呀 你说什么呢 我先来的 我先来的 我不管 我先来的 怎么样 我没给你丢人吧 好了 笑一笑 这次的钱 我们两个五分 你可是赚大的 以前的事 是我不对 但今天要读你书了 是不是该叫一声妈妈 臭小孩 快叫妈妈 是不是输不起啊 妈妈回来了 我们工作回来了 给猪猪带了好吃的 妈妈玩碎 紫然 快过来一起吃 我不饿 臭屁小孩 谢谢姐姐 还是大反派乖啊 还想不想再吃一块啊 告诉姐姐 今天为什么一直说 那块石头漂亮 外壳滑滑的 里头就绿绿的 相辞的眼力 居然没随着智商一起消失 拿此 姐姐对你好不好啊 嗯 好 那如果有一天阿慈恢复了 一定不能欺负姐姐 要记住姐姐对你的好 知道吗 嗯 医生说过 不出意外的话 我爸这辈子都不会恢复了 我只是说说罢了 而且凡事不要那么绝对 你要相信你爸爸 他一定会好起来的 要他真能恢复 江家现在也不会 猪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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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痛 快打120 是 120吗 蜘蛛 猪猪今天都干了什么 怎么会不然这样 我也不知道 但是今天小姐只吃了夫人做的点心 不可能啊 那蛋糕都是正常材料 原来是这样 你也是早有预谋的对吧 在外面装成好妈妈 现在想毒死猪猪 不是的 竟然 你相信我 如果说 我就不应该对你有期待 你这种人怎么会真的赶 啊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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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慈 不许妻子姐姐 阿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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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快叫救护车 啊 别碰 阿慈 阿慈 你怎么了 你 哎哎 阿慈 爸 医生 这边 病人当前心力过低 需要紧急送往救医 快 啊 死他 干 离我爸远点 这个小破孩 怎么又不分青红草白的冤枉人 朱朱的检查报告还得等一会儿 你爸还没醒吗 阿慈 你感觉怎么样 为什么会在这儿啊 头好疼啊 那就别想了 你们都还没吃晚饭 我煲了鸡汤 要不要先喝一点 好香啊 我想喝 我 朱朱朱 你装够了没有 你这臭小孩还没完了是吧 我都说了不是我 不是你 还能是谁 朱朱今天只吃了你做的点心 江锦然 你先冷静一点 小破啊 朱朱的病才刚好 他那么喜欢你 苏若水 你这种人还配做母亲吗 然然 姐姐不会骗我们的我相信他 他和以前不一样了 你到底给我爸逛了什么迷魂汤 他现在居然还护着你 江锦然 从把朱朱接回家 我扪心自问没做过任何伤害他的事 要是你因为以前的誓言 那我认 但现在一没证据二没结果 你凭什么空口白牙诬陷我 这还是要证据 你不是巴不得我们都去死 你好摆脱江家 哪位是江宝州的家属 我是他妈妈 医生 我女儿她怎么样了 要是积极性感冒 退烧就没事了 孩子现在已经醒了 可以进去看看 这还叫积极性感冒 她都吐了 还烧晕过去了 呕吐只是因为她吃了太多零食消化不良 看检测你妹妹最近的身体状态还不错 看起来被照顾的很好啊 竟然 你错怪姐姐了 她真的不一样了 你现在为什么还那么相信她 她以前明明天天骂你 还打你不给你饭吃 竟然 她现在不一样了 给我们做好吃的 准备舒服的衣服 还开出了好看的石头 我喜欢现在的姐姐 姐姐现在变好了 妈妈对不起 竹竹不是故意生病的 妈妈不要不喜欢竹竹 这孩子 是觉得自己只要生病 我就会讨厌他们 竹竹是妈妈的宝贝 生病了妈妈只会心疼 怎么会不喜欢竹竹呢 医生说了 竹竹这次只是小感冒 购完这瓶就可以回家了 真的吗 真的 等出院了 我们就一起出去玩 对吧姐姐 可是妈妈不是很忙吗 没有什么事比猪猪重要 等猪猪好了 妈妈就带你们一起去 好啊 我来吧 这臭小子 这下手还挺狠 然然这次做的确实过分 算了 他以前受的委屈挺多的 是我自作自受 我 我就是路过 哎呦 这个伤口真是疼死我了 我这是什么命啊 被人冤枉还被讨伤 真是造孽啊 是 是我误会你了 我让你打过去 爸 你怎么下手这么狠啊 谁让你冤枉人的 这次我可是站在姐姐这边 好啦 姐 以前的事我承认是我不对 以后我不会再打你了 但以后你也不要总是这么暴力 反正要三四二后行 知道吗 知道了 对不起 什么 她说对不起 爸 你 光说对不起啊 诚意呢 过来给我擦药 你 臭小子 我是你妈 还能真生你的气啊 这张卡里是上次浴室拍卖会得的钱 立马是你生日 你先拿上去添上资金问题的坑吧 但是 拿好 这件事说到底也是因我而起 万一你事后又冤枉我 我上哪儿说理去啊 谢谢 快去吧 眼下的资金问题算是解决了 张老也没有生病的机器 接下来等半个月后 想办法把大陆的合作维系住 原主爹 苏若水 你这城市不足败事有余的存货 居然敢当众下张总的面子 你看那些好事 不怕传出去了是吗 什么干的好事 苏若水有把柄在他们手上 又恢复了 爸爸怎么了 爸爸要去哪儿了 有点事 等会回来 我也不想的 但现在 江家那帮人访我 就跟访贼似的 那天 江慈和江景然都在 我怎么敢和江总表现得太亲近 难怪他突然转性了 原本景然最近心情不错 我还准备说服他给苏家注资呢 要不是为了咱们苏家 我哪儿犯得着 在这边受着委屈 演着戏呢 行 我一定回去 苏若水 很好 我到底要看看你想对江家做什么 弄了半天 苏若水做的那些坏事 都是苏家指使的 竟然还有把柄在他们身上 看来 我得先想办法 把那些把柄弄到手 让苏家那群人 没法继续作妖 啊 阿慈 你怎么在这里 你碰我 怎么了 上次就有点不对劲 是不是头又疼了 嗯 应该是伤口还没愈合 你最近小心一点 不要乱碰哦 这个女人真会闯 你要回家 啊 是啊 你在家乖乖的 我也去 你去做什么 我 我 我要保护姐姐不被大坏蛋欺负 那反派现在也太乖了吧 这是什么可爱小狗 想想看 那将此一起 似乎也不是不行 好 带你一起去 但不要告诉井然哦 阿慈 你在看什么 你认识时间了 井然教我的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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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 不过伸了个手 你一定要用眼尖 我有什么办法 你 这怎么回事啊 媛媛 你怎么被打成这样了 妈 都怪苏肉水这个贱人 她把不三不四的人带回家 我不过说她两句 她竟然打我 苏肉水 回一趟家你还摆上谱了 快给你妹妹道歉 她先出言不信 我凭什么道歉 这帮人抢占苏肉水母亲留给她的产业 居然还敢这么和 你妹妹说的有什么错 你不去好好陪江脸 你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人往家里带 我看你是欠教训 陪江脸 苏家人等我死了 姐姐的老公是江脸吧 为什么要陪她 我是她老子 我想让她陪谁就陪谁 你什么东西在这指手画脚的 苏肉水 你快把她带出去吧 什么闹成什么样子 如果被江脸知道了 不要你了怎么办 你们这么做 不怕姐姐的老公生气 江脸一个傻子 知道了又能怎么样 能被江脸看上 那是抬着她了 就是 你一个拼头也敢给苏肉水出头 真是笑死人了 你以为你谁啊 苏家人还真是什么 他就先陪我 我 我是江脸啊 什么 你是江脸 某些人嘴里不三不四的人 其实是我正牌老公呢 你们刚刚说的那些话 我可都用手表录下来了 回去就告诉爸爸 你们骂我是傻子 还有 你们要让姐姐去陪江脸那个大坏蛋 我都是开玩笑的 你把手表给我 给我 骗子 那个坏女明明就是真心骂我是傻子 你这臭牙子 乱说什么话呢 还不快点道歉 江少已经别跟他计较了 该死 还不干净给江少道歉呢 对不起江少 我知道错了 请您不要把这件事告诉江了 好敷衍啊 江少 你还想怎么办 您尽管说 小腾就站着了 你看你看 是我是我 来来来江少 咱们先进来 江少 什么时候变得正确 嗯 接 接少 嗯 咱们都坐下了 录音能不能先删 口渴 小喝茶 活儿有吗 没问题 我这就让人给你泡好 不是你泡啊 啊 我疏忽了 我亲自为你泡好 阿慈 你今天怎么了 我是跟电视上学的 是不是很厉害 谁让他们欺负你 这难道是带帮我找厂子 这才照顾了他几天 就这么掏心掏肺啊 又傻又善了 难怪会被酥热水欺负 谢谢阿慈 不过以后 定视剧还是别看了 来江少 这什么破茶味道都臭了 能喝吗 你 那不愿意的话 我还是告诉我爸爸吧 这里连点好茶也都没有 难怪又让我老婆去陪江里 哎 您鼻子真是零 我这就给您换好茶叶啊 我喝茶喜欢三分烫的 你这个我咽不下去 你个傻子有完没完 帮不倒口耍呢 颜颜 江少说的对 年少的 热水 跟爸爸一起去泡茶 哎 哎 赶紧把这傻子送走 折腾起来没完了 我叫你回来 是让你找人折腾你爹的 爸 江四手里有录音 我哪敢管他呀 你少废话 江连点名要江家公司的账目 你赶紧给我弄回来 公司账目 偷盗公司机密是违法的 您这不是为难我吗 你又不是第一次干这事 你在那装什么呢 原来塑入水的把柄是阵 差别忘了 原书里最后的大危机 就是因为苏入水 出账本引发的 那好吧 我最近试着讨好一下锦然 我试试看能不能从他那边拿到账目 只不过他最近不是很信任我 嗯 我需要您的帮忙 废物 这点事都做不好 说 我有个一举两得的好办法 既可以取得江锦然的信任 又可以为咱们苏家很赚一笔 这个女人我仍没安好心 江少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做了糕点给你吃 我不想吃 哎呀 您听话别闹脾气了 该死 这些人怎么这么讨厌 还有这种好事 是啊 既然说江家近期有个项目正在招标 如果中标了 那可是百倍收益 只不过这前期投资还差一点 要多少 一个亿 乃苏家未来的荣华富贵 您觉得值不值 一个亿 那可是苏家所有的资产 你还真敢要啊 爸 那可是外面的人花多少钱都想攀升的机会 如果不是现在江家行事不好 我又是井然母亲 这个机会哪儿轮得到咱们啊 当初我妈把苏家这么大产业留给我 我都放心的交给您打理 难道你还怕我坑您啊 我坑不死你 若帅 你快去看看 江少突然抱着头说头疼 也不让我们碰 该不会有什么事吧 阿慈 怎么了 好端端的怎么头疼 是他自己变成这样的 我可什么梦没干 是啊 若帅 他好端端的坐在沙发上 突然就头疼了 你最好是 静静 我想回家 好好好 走 我们回家 诶 确定这事不成 既然您这么纠结 我还是去找别人吧 等等 我干 既然如此 那你就先把当初我偷的账本资料还给我 再把这份合同签了 什么 这可是江家的机密项目 当然要全方面保密了 我偷账本的事被泄露出去 不仅我要遭遥 连他这份合同都作废了 既然您这么犹豫 那还是算了吧 我欠 这事若是不成 小心我留不留你 还有 让那个傻子给我把录音删了 我知道 总算是把这个把柄给要了 也不知道那个老逼灯给的是不是真的 以防万一 我还是继续稍稍好感 还疼不疼 不疼啊 刚刚忽然很疼 什么也想不起来 还有两个月 难不成这是江慈恢复前的征兆吗 姐姐 我吃个冰淇淋就好了 江慈小朋友 你今天已经吃了两个冰淇淋球了 不能再吃了 不 什么东西 阿慈 你没事吧 你怎么在这儿摔到没有疼不疼啊 姐姐打我好疼 疼哪里啊 这个手感 呗呗呗呗 大佬的豆腐也敢吃 素食权你不要命了 可依 扶足原谅呢 那个 对不起啊 我刚刚不知道是你 可对 你这个时间 跑来我房间干嘛 我 说话就说话 闭上手啊 我害怕 我害怕 你害怕打雷啊 嗯 外面已经不打雷了 你快回去睡觉吧 我不走 你之前明明陪猪猪一起睡 那是因为猪猪是女儿 你不是 所以不可以 快回去睡觉 别折腾我 那 妈妈 不是吧 大佬 何至于此啊 这是 怎么了阿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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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慈 你怎么了 不让你上床 你还自闭了 我刚刚做了什么 我居然叫苏瑞福妈妈 怎么可是 有点舍不得拒绝的 算了 就答应他这次吧 阿慈 你还好吗 算了 我不准你了 上来睡还不行吗 快点啊 刚刚威力起睡 又叫妈妈又喊头疼的 现在我同意了 怎么还闹起脾气了 我怎么了 师父 明天一定不能再做这种处事 小心点 看路 谢谢姐姐 爸爸妈妈 昨天是睡在一起的吗 对啊 姐姐的床很软的 嗯 珠珠 你是不是还没吃早餐啊 先让爸爸带你去吃早餐好不好 好 走 浩然娱乐女星丑闻 这不是原书里女主大事件吗 这正是两天之后 江远就得罪一个大老 还间接导致后期江家自治愿崩坏 替了江老出风住院 不行 我得想办法阻止地方 你看两天前的新闻干什么 这是两天前的杂志 那 剧情不就是在今天 热水 你去哪儿啊 出去一下 你也收拾东西 跟我一起 等等 你叫什么 热水啊 叔叔说我们已经结婚了 我可以直接叫你的名字 哟 昨天不是还叫我妈妈吗 我 我没有 好好好 你没有 快点收拾一下 要不然赶不上了 嗯 你个老东西没长眼睛 居然敢碰我的包 这位小姐 你可以看看你的包有没有损坏 有的话我可以陪着 陪着 你知道这包多少钱 赶得起吗你 老人家 你没事吧 酥热水 你来干什么 你管我来干什么 要是不来 还看不到你光天化日的为难一个老人家 这个老人家弄脏了我的包 我的包 可是意大利纯手工制作的 交三十万 我确实出门没带钱也没带卡 要不然 你的臭要饭的还挺会找借口 钱我不要了 你现在给我跪下坑头道歉 我放了 一个假包 让人跪下磕头道歉 你哪来的脸 酥热水 你少在这里装好了 保安呢 把这个臭老头给我按住 我看谁敢 你看清楚 这可是阿脸的公司 你算什么人敢在这指手换 把他也给我按住 都给我站住 李青青 我有必要提醒 这个公司属于江家 属于我丈夫和我儿子 相连一个连继承权都摸不到的唐青 也配动手 这个疯婆子 我要让你好看 谁还敢逼这个老人家下跪 试试 苏热水我跟你没完 我要告诉阿脸 你好没用啊 就会告状 朱朱才五岁都比你快 谁这么大胆子 敢在我公司门口闹事 阿脸 阿脸 你就是苏热水这个贱人 他在你公司门口撒野 他还打我 这不就是打你脸吗 苏热水 我今天没时间跟你纠缠 赶紧带着这些不三不四的人 给我滚 江脸 你还没问清楚 这位老先生的来意 要收破烂 走侧门找保安 别脏了我的大门 惊扰了我的贵客 你们担得起吗 你就是江世芬公司的负责人 我是来和江老谈生意的 找江老谈生意 谈什么 服农助品 还是垃圾厂开发 真搞笑 臭老头你想钱想疯了吧 江家的钱 可不是用来打发乞丐的 你们就算没找脑子 也找找耳朵吧 没听到这位老人家说 是来找江老的 你以为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见江老 苏热水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蠢呢 莫不是 故意想用这种方式 引起我的注意 自信是好事 但普信就不对了 江脸 你家就算没镜子 尿总有吧 苏热水 你少给脸不要脸 既然你这么护着这个死老头 那他的头 你替他磕 那也要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 都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快给他按住 你几副肉水 大了 无愧是大了 傻子都有肌肉记忆 别说将自打家样子还比善 清醒点 他现在就是傻子 未来还有可能整死 不要暴露无切实际的想法 江脸 说不过就打人 你可真没品 真是静祖不吃吃法器 来人 把所有的绑都给我叫过来 你去 华纳 把他们给我按着 瞪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 这里一个是江老的儿子 一个是江老的合作伙伴 你们听江脸就要瞎指挥 小心丢饭碗 我为公司的生意 教训闹事呢 江老知道也不会说什么 留上 说说别怕 我保护你 还演得挺像 我看一会儿还走的时候 还有没有这么恩爱 留上 怎么还不来啊 是我这把老骨头不该乱跑 算了小姑娘 不用你们为难了 我自己走 走什么走 我的死老头 你们几个 不磕头 谁都别想走 你 现在是法治社会 你们竟然敢随便押人 臭药犯 死到临头废话很少 让他给我会下 是 江脸 赶紧让他们停下 你知道他是谁吗 这不就是一个收破了二 苏儿粉 你想吓我吗 等我收拾完他 再收拾你们 好伙计 大家光临 有此远赢啊 怎么带这么多人 阿脸 二叔 您怎么来了 爸 我是雷 借我一个老朋友去喝茶的 你们怎么都围在这儿 还把阿慈给带出来了 您朋友应该是还没到吧 不如这样 您先去我公司 我让轻轻替您接待 是啊 我一定替您好好接待 奇怪了 他明明说已经到了 二叔 谁让我现在就让人打发走 肯定不会影响归客的 都怪苏洛水多管闲事 我和阿脸赶都赶不走 老林 这是怎么回事 快快把人放开 老江头好久不见 你家这子弟还真是给我长眼了呀 这 这 这能不成就是 林啊 这到底怎么回事 爸 那个坏女人和江脸 让老爷下跪 什么 不不不不 不是二叔 不是 都是苏洛水 都怪他 你 还敢怪别人 阿脸 老霍金 混账不长眼 让你受累了 我给你 被个礼 啊 底下人不懂事 这也不怪你 你那儿子儿媳就挺好 你没来之前 一直护着我呢 什么 就那边那个姑娘 要不是他 我都等不到你来了 多些你替我照顾老林 要不然 我可就欠了个大人去 这都是我该做的 滚上 二叔 你做了什么混账事 二叔 我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听我解释 我 我不是故意的 你该解释的不是我 是老林 林老 我 我不是故意的 我可以向你道歉 你 都是他 都是他胡言乱语 害我冤枉你 快道歉 林老 今天我太紧张了 您大人有大量 别跟我计较啊 起来吧 林老 那我们能合作 上次见你 你还在读书 没想到转眼间 都这么大了 希望你以后儿子 也能像你一样 保留着一颗赤子之心 不争气的东西 洛水 既然你替老李解围了 那这件事 就交给你来吧 好 把这个公司里 江连的东西 都搬出去 是 苏若水 你什么意思啊 这公司 我才是老板 江连 你到现在还觉得 这只是个小问题吗 要不是我们阻拦 今天你当众羞辱的林老 江连两家的合作 还要怎么继续 公司业务还怎么发展 江家会被你害到什么地步 你知道吗 不可能 二叔 公司里面有我全部的心血 多少大单都是我拉来的 没有我 分公司会垮的 林老 我刚才态度不好 我道歉 我真正的向你道歉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就一次 江景然也可以谈生意 虽然岁数小 可是 比他知道尊老挨勇 阿慈说的对 你还是回家 好好歇歇吧 罢了 这些小辈的事 我们这些老家伙 也管不通了 走吧老家 喝茶去 走 爸 还有什么事 没事 就是提醒您 最近可以抽空去做下全身检查 啊 冯焕与未然嘛 哦 我知道了 今天 真是谢谢你 原本 我还担心 我这老朋友撑不下去 现在看来 是我多虑了 老伙计 咱们喝茶去 我不服 敬老 总算解决了 走得不错 健康小卫士 走了阿慈 我们吃好吃的去 好 我要吃冰淇淋 你做了什么 爷爷今天竟然要把僵尸的分公司交给我来管理 还让我接林氏集团的单子 这不是很好吗 说明你爷爷很看好你 恭喜你啊 可是林老亲自打来电话 让我谢谢你 林老亲自给你打电话 那我就摊牌了 确实有我的功劳 还不快谢谢妈妈 今天若是为了你 差一点被大坏蛋揍了 这 那我老怎么这么快就学会真眼说像话了 谢谢 不客气 谁让我是你妈呢 想着这里又迈进一大步 接下来只要丁顶僵持资金和房产项目 应该就能避开两个月后的结局了吧 拿去 随便换 这是 刷好感出了成像了 你 你不要我就做 哎呦我的乖儿子 都知道给妈妈零花钱 真乖 给妈妈亲一下 阿慈 在儿子里发零花钱 走 采购去 然然懂事了 再接再利用 钱是我给的 就没人问下我妈 你 又回复了 明明准备陷害将军 还帮紧人拿到大圈 这个酥热水到底想干什么 这个看起来好像也不错 只有一个小时的清醒时间 要赶紧去江家查账 阿慈 你说这两件哪个更适合紧人 阿慈 人 人呢 江 江少 江少 就是江家那个傻子继承人 是啊 上次就是因为他害得我被我爸骂了 明明之前还为了快逃 快在地上学狗教 学狗教 这个有点意思 去 把他给我叼回来 你个傻子让你学狗爬还给你脸了 信不信把你的狗腿卸掉 果然是被酥热水伺候久了 和他一样讨厌 臭傻子 这次没人护着你 你还敢这么嚣张啊 这座商场是江家产业 你们敢在这儿弄事 哼 我堂堂留家大少爷 谁敢管我 你个傻子敢这么跟我说话 以为今天还有女人护着你吗 真搞笑 江家的产业现在还轮不到你个傻子来玩 装的跟真的是 你以为你还是当年的江少啊 让开 你们该庆幸 我现在赶时间 赶时间 你赶着去玩郭佳佳吗 你个傻子敢拒绝我 今天不把这个商场爬一圈 你就别想走 游萧 你个傻子敢踹我 可我今天不卸掉你的狗腿 你 你个傻子要反街 赶紧把我放开 不然就算是江家 也保不住你 傻子 你现在撒手还来得急 赶紧去把东西叼回来 悬两圈狗家 没准刘少 还能大发 怎么没放过你 刘姐 这才紧呢 像刘家这种不入门的小门小步 也敢不把江家放给人 臭傻子 你摆什么不能 你是想跑吧 跑 今天不把这个商圈爬一圈 你哪都别想跑 是吗 就凭你 你个狗屁死定了 我现在问你 谁要学狗教 你给我放开 信不信我断了你们家家的合作 我再问你一遍谁是狗 你 你敢 江子你疯了 我要抓住座牢 你要抓谁 抓谁 阿慈 怎么回事 他们欺负 明明就是这个傻子打我男朋友 苏儿水 我男朋友可是刘家独子 他有个三长辆 那你赔得起吗 刘家独子 这不是苏岩游未来的老公吗 原桌里苏若水偷账本的事 就是他帮忙曝光的 既然如此 就别怪我差人姻缘 哦 阿慈 是这样吗 喂 什么事 明明是这个坏人让我学狗匠 还来打我 打不过我 就是要断合作 怎么这个女人意了 我就告状告得这么顺存 是我说的又怎么样 你就是这个傻子的老婆 这傻子厌福不浅啊 我也不为难你 今晚去陪我底下几个兄弟 让这个傻子呀 给我当三天奴狗 这事就算过去了 听到没有苏若水 刘少肯大发慈悲放过你 还不跟你跪下来道歇 否则 别怪我们把这个傻子送去 这谁蜜月啊 你们也配 听到了吗 竟然 这边有人在欺负你爸 还说要切断跟我们的合作 江姐 一个小片怎么 现在江家可是我兄弟姜脸说的算 听见了 有点什么 我记得 下午谁呢 江家早晚有一天都是姜脸的 一个小屁孩和个傻子 还能反天不成 苏媛媛 一村里没通往吗 哼 死到临头还嘴硬 今天我就把他撂上 不跪下给我道歉 谁都别想走 老爹 什么事 你是个笨家东西 你是不是在上场闹训 竟让江少和少夫人了 就这事 刚刚这傻子差点把我的手拧断了 我给他点教训 算是便宜他 给我闭嘴 你个逆子 江家大权现在都在将军人手里 人家要和咱们解约 今天要是不能把单子追回来 你这辈子都被回来了 怎么了亲爱的 不是要狠狠教训他们吗 江少 少夫人 刚刚都是误会 饶了我吧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 刚刚就是开了个小玩笑 开玩笑 就叫人学狗吧 是啊 柳少怎么突然这么客气 不是让我去陪你兄弟 还要把我们阿慈送进精神病院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少夫人 您大人有大量 别跟我计较 我可不敢 刚刚刘少你也看到了 我就是传了个话 现在我们家大事小事 都是这爷俩做出 不光护照 还要帮我找回 苏若水明明不知道我想 这是为什么 江少 我求求你放我一马 我刚刚真的只是跟您开玩笑的 我 我给您赔礼道歉 只是玩笑吗 那你也去学狗爬 把那个东西捡回来吧 这 看 你自己也觉得不好笑 苏若 你没事吧 你 都是你这个贱人挑唆 以后别让我再看见你 柴瑟 不愧是 苏若水 我怪你 怎么了 因为他欺负你 不高兴了 阿慈 别听他们胡说 他们都是嫉妒你 你只是生病了 很快就会好的 等你好了 那些人谁都比不上你 你真这么想 当然了 那 如果我一辈子也好不了呢 那也没关系啊 阿慈这么乖 就算一辈子不恢复 我也喜欢 为什么 因为 你是阿慈 他喜欢我 只是 不是 是 好了 我们该回家了 到底是什么样子 才是真正的 这么快睡着了 他怎么知道我一定会恢复啊 他怎么知道我一定会恢复啊 难道他察觉了什么 又火车 当年的事也有他的手臂 拉瓷 不行 我喜欢你 我怎么睡着了 刘家没有为难你们吧 本来是要为难的 但看我儿子这么厉害 屁滚尿流的就跑了 我的乖儿子 现在不仅知道给爸爸妈妈离花钱 还学会保护爸爸妈妈妈了 不入流的小门小户 我也敢欺负你了 这是在打江家的礼物 是是是啊 好了小江总 快过来看看 我给你挑的礼物喜不喜欢 礼物 猪猪也有吗 当然啦 给我的两个宝贝都买了哦 快过来看看喜不喜欢 苏肉鼠这个女人 苏茶很像个样子 我 阿慈 你怎么了 是不是上次受伤 留的后遗症 我看还是明天去医院重新检查一下 我不想去医院 我跟你一起去 上次的事我也有 我说我不想去医院 好啊 那明天我们陪你爸爸一块去 我我不去 时间约好了 姐 快过来看看我给你买的新衣服 喜不喜欢 我才不去衣服呢 不是 没人听我说话吗 我不去 喜不喜欢这个新衣服啊 你们先等一下 我去交费 结果马上出来 爸 你又头疼了 我去交医生 这么沉不住气 还有没有一点江家继承人的样子 你 你恢复了 我这就去告诉爷爷 先不要声张 我每次只能恢复一个小时 而且目前江家的隐患太多 还有八年前的事情 什么意思 八年前的事不是意外 现在还不清楚 你把我自从出事之后 所有公司的账目拿给我 目前公司 还有哪些项目在进行 还有延程房产项目 策划说一块给我 还有 我恢复这件事 不准让任何人知道 那妈妈呢 还不行 江脸还真是隐形无形 现在江家还有不少江脸的亲戚 爸爸 我们该怎么办 先沉主席 等我查明当年的真相 再斩草出根 我回来了 姐 你怎么站在这儿 那 那 头疼少低头打游戏 吃块糖 嗯 医生说并没有什么问题 应该是上次撞得太厉害 没恢复好 回家好好休息就好了 哦 头还疼不疼 疼 啊 既然饿不饿 有没有什么想吃的 不吃了 我把了 我先回公司了 这孩子说什么胡话呢 今早都没吃东西 难道公司又出什么事了 算算时间 最近应该没什么大事发生才对啊 算了 时间还早 我们一起去接猪猪放学吧 顺便看看幼儿园的环境 嗯 一起去 一二三四 怎么站最后一排了 前面的小孩都比他高半个头了 二二三四 比些 短命鬼色外星又哭了 啊 出来 哎你谁啊 快把我雪上放开 爸爸妈妈 猪猪乖不哭了啊 妈妈在呢 为什么欺负猪猪 老实说了 他是短命鬼骚百姓 我在外面除害 你 你们就是江宝猪的家长吗 你们懂不懂规矩啊 上课期间居然敢进教室 殴打学生 知不知道他家是做什么的 追究起来了 你们赔得起吗 大学生 刚刚这位学生推我女儿 还抢我女儿的发抢 你没看见 那又怎么样 小孩子之间打打闹闹很正常的 这有这么小题大做吗 再说了班里那么多女同学 俊俊为什么不推别人 只推她 是吗 你敢打我 大人之间打打闹闹不是很正常 干嘛大吼大叫 这幼儿园这么多老师 我为什么不打别人去打女人 你个疯子 你信不信我让你女儿从此没学可上 你 纵容学生校园霸凌 你认为自己很对 你可看清楚了 这里是贵族幼儿园 你可开学什么礼物都不送的穷鬼 活该她被人欺负 送礼 这是幼儿园的规矩 还是你自己的规矩 你管得着吗 上不起学就别上 菜市场旁边出门左拐有个平米幼儿园 我看呀 适合你们一家群鬼 你这是变相承认了 是又怎么样 除非你现在砸锅卖铁买个爱马仕求求我 不然就等着你家孩子被退学吧 好啊 我倒要看看我女儿是怎么被退学的 李老师怎么回事 上课期间吵吵闹闹的 主任 刚刚这两个家长突然冲进了欧打学上 我过来阻止 结果也被打了 好大的胆子 我倒要看看是谁 呦 这不是苏小姐吗 您来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 这不是苏小姐吗 您来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 我好带您四处参观啊 主任 看别 入学先做爱马仕 这么贵的幼儿园 我怕是参观不起 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是要怎么样 除非你现在达国卖钱买个爱马仕求求我 不然 那等着你家孩子被退学吧 你 主任认为是误会 那就发到网上 让网友们屏屁里 江夫人 您稍安勿躁 李老师在我们这里 已经好多年了 想必也是一时糊涂 您大人有大量 你们私下解决 您看可以吗 我看不可以 他鼓动学生 校园霸凌我女儿 只要不送礼的孩子都会被他针对 他继续留在学校 还会有多少学生造他毒手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 给脸不要脸 别以为你录个破视频就了不起了 我告诉你 我表姐可是李家千金 这家幼儿园就是李家注资的 在这家幼儿园 谁也动不了我 原来底气在这儿呢 既然你还是这么嚣张 那就别怪我不留情面了 快别说了 这两位不是江少和江夫人 江氏地位 十个李家都比不上 什么 江少 江夫人 你们放心 这件事我一定严肃处理 欺负江同学的学生 我也会彻查 一定会给您个交代 好啊 那我就在这里等着你的交代 李老师 你被解雇了 你说什么 主任 你不能这样对我 这家幼儿园 一半的学生可都是我招来的 还有那些家长 他们执任我当办主任 还有我表姐 她不会同意你开除我的 皇安 把她拖出去 通知下去 行业封杀 主任 你不能这么对我 主任 江少 江夫人 你看这样还满意吗 这次的事情 只是李老师的个人行为 跟幼儿园 没有任何关系 反正珠珠 以后也不会再来了 行吧 我们勉强接受了 未来再找老师 看好点 江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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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给你道歉 我不知道江宝珠是江家人 求求你别让我把工作丢了呀 我家就靠我一个人养 如果没了工作 可怎么办呀 你的意思是 如果珠珠不是江家人 就还可以肆意欺负 你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错在哪 你低头只是为了这个饭碗 教育界有你这样的人 简直是侮辱这个行业 江夫人 江夫人 是我表姐 是李清清 她让我这么干的 她给我转了十万块钱 让我这么对江宝珠的 这是转账记录 你看我还留着呢 全都是她 全都是她 支持我的 放心吧 你和李清清 谁也跑不了 猪猪乖 跟妈妈说说 在学校里被欺负了 为什么不告诉爸爸妈妈 老实说 告诉妈妈的话 妈妈会讨厌猪猪 不要猪猪了 是妈妈不好 妈妈没有早点发现猪猪被欺负了 是猪猪不好 猪猪一直生病 猪猪 难道你觉得他们欺负你 是因为你生病吗 嗯 所以啊 就算猪猪没有一直生病 他们也还是会有其他理由欺负猪猪的 以后遇见坏蛋 就要学会反抗 这样他们不敢欺负你 当然了 也要第一时间让妈妈知道 谢谢妈妈 难怪猪猪依赖她 她也估计 算是个称职的母亲 李清清 还有那个什么俊俊 敢碰我的女儿 一个也别想跑 爸爸你在干什么 给你报仇啊 我还没找她算成 她就先找上门来 若水 我是来告诉你 表妹的是 她呀 从小就嫉妒我抹黑我 你可千万别信她的胡话 咱们俩闺蜜这么多年 你可要站在我这边 好好劝劝井然 一点小事何必公司不分呢 原来是井然知道 难怪来得这么快 阿慈 带朱朱先回家 谁给你的胆子 动我女儿 苏若水 你给我松开 李清清 你既然敢火通别人欺负我女儿 就别想听你犯片 我告诉你 李家现在的事 只是个开始 苏若水 你嚣张什么 不就是一个买回来的生育机器 还真把自己当江湖人了 你先管好你自己吧 你觉得 竟然会给李家 东山再起的机会吗 苏若水 你别得意 你就不信江家知道 你当初做的事 还能容得下你 把苏若水偷账本的消息 放给她 你 没事啊 没事 这女人怎么对男人动手动脚的 是你告诉紧然的吧 干得不错嘛 速度还挺快 回家 哟 害羞了 之前叫妈妈的时候都没有害羞 你 动一下就变红 以前没发现 枪死怎么这么可爱 哎 哎 头疼了 走 回家吃药 啊 秦燃 你记不记得你爸的止疼药放在哪了 苏若水 前年公司的账目是不是你偷的 我去 江秦燃怎么这个时候发现了 秦燃 你先听我说 真的是你 苏若水 我真是小看你了 然然 你又欺负妈妈 她做了这样的事 你竟然还护着她 然然你冷静一点 不要像一只生气的沸沸 爸 秦燃 这件事是有引擎的 好啊 你还在狡辩 秦燃 对不起 我真的 苏若水 我永远 永远也不会再相信你了 秦燃 你去哪儿 秦燃 秦燃 书人 瞎 秦燃 给他 这不是一个月以后的剧情吗 怎么提前了 按照援助 这次只是一个小小的资金问题 但因为前几次资金问题累积 才引发后来烂尾项目 直到将此恢复后才力挽狂澜 但现在 将此还没恢复啊 难道是我改变了元术的时间线 不行 我要去看看 这小兔崽子应该不会连他爸都拦吧 走了阿子 我们去公司找锦燃 谁允许你进来的 锦燃 今天的财经杂志我看了 江家资金链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这不是很合你的意 你先别说气话 这张银行卡里有一个印 密码是你生日 你先拿去用 如果不够的话 我再想办法 我才不要你的假好戏 锦燃你听话 如果没有这笔钱 江家可能会陷入更大的资金危机 你就当事 我给你赔道歉 你的抽签我才不写汉药 我不想见到你 滚 江家资金链 你先把门打开 你向我走 把你爸放出来呀 兔崽子 白下我急匆匆的来一趟 我去 这电脑怎么没关 锦燃 这就是你处理事情的态度 爸 你恢复了 我再问你 这就是你处理事情的态度 可是他前年偷账的 还得公司差点破产 我问你 他今天干什么来的 他是看出僵尸的资金出现问题 急急忙忙跑过来送一个亿给你急用 而你 刚刚把一个亿的免息注资赶走了 谁知道他安得什么心 你查过了吗 可是爸 你现在恢复了 你仗着有我在 所以就可以肆意忘我 你知不知道 现在进入僵尸的每一笔注资 都有可能成为最后的救命到头 不是爸 意气有势 冲动鲁莽 你看看 你哪有半分江家继承的样子 这件事情 回去自己好好反思 阿慈 你总算出来了 竟然怎么样 还是很生气 不肯用钱 你给他送钱 他凭什么生气啊 话不能这么说 确实是我做错了 那你为什么这么做 我怎么知道 谁知道园主苏洛水当时哪根筋打错 园主 救命 我傻了吗 怎么这种话也能说漏嘴 还好还好 这样子是个小傻子 不会怀疑 我嘴瓢了 当年的事做都做了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 反正我钱已经给了 要不要是他的事 难道 他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秘密 妈妈 哥哥怎么没有回来 哥哥有点事情 大概最近都不回来了 也不知道钱够不够用 这孩子是吃死鸭子长大的吗 嘴这么硬 那怎么办 他冤枉你 我再想想办法 看看能不能打听到一些内幕消息 他才刚把江连挤下去 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出事 出钱出力 不像是妆的 或许真有什么隐形 竟然有什么事吗 今天是不是动了电脑 你把我放在门口亮了这么久 还不允许我发泄一下情绪啊 来趟公司 现在 竟然带来的 他说什么了 问我是不是动了电脑 还让我去公司一趟 这倒霉孩子 真会折腾人 我这刚到家屁股都没坐转 算了 我还是去一趟 电脑 这次的事情快得的堆积 当消失出了苏若水来的 等一下 我和你一起去 苏若水 我可以用你的手机玩消消乐吗 我的手机忘带了 给我留点电 怎么这么大的阵兆 苏若水 我问你 你今天在阿兹办公室里 用电脑干什么了 我就敲了两下键盘 出什么事了 你装得还真像啊 苏若水 你这演技不去当演员 都可惜了 你有话直说 别在这阴阳怪气 这一季度的赵母不见了 所以你们怀疑 是我偷的 袁助理也没这段剧情啊 难道这也是 不定相应吗 不用怀疑 肯定 赵母这种重要文件 只有高层电脑 才有全线查看 今天除了你 没人进办公室动个电脑 不是你 还能试试 刚才是最终坐不住 准备把苏若水 除掉 我 我去生机 江老 像他这种没皮没脸的人 就不用跟他废话了 直接查他手机不就好了 竟然 你也是这么想的 苏若水 张本到底是不是你偷的 如果你现在仇人 这件事还能从轻发落 你也觉得是我偷的 别跟他废话 竟然 你指望一个小偷主动认罪啊 就是 他两年前就投过一次 现在肯定是眼红江家 签下几个大单 就顾忌重施了 眼红 公司都是我儿子的 这么做对我有什么好处 因为你恨江家 你想毁了整个江市 江老 江市刚刚接手大单 又正值资金链紧张的当口 外面所有的股民 都在盯着江家 如果账本这时候流出去 后果不堪设想 是啊江老 这个女人 自从嫁到江家 就没有一天是安生的 连怀孕都要做得差点流产 这种人怎能盼着江家好 你们两个内心这么阴暗 不去反社会都可惜了 江老 我今天来找景然 是为了解决资金问题 电脑也只是不小心碰亮了 您相信我 我绝对没有偷账本 你这个女人有什么可信的 爸 入水不会的 阿兹 把东西捡起来 站到后面去 不准说话 说得比唱得好听 要真有诚意 就把手机拿出来看看呀 查就查 你以为我会怕 阿兹 手机给我 锦然 你去 嗯 苏若水 你还说你没头 你看这是什么 怎么可能 我连那台电脑拼包 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糟了 上当了 苏若水 人赃病祸了 还想抵赖 还说什么 要解决资金问题 像你这样的败金女 哪来的钱补资金 怕不是早在背后 把江家给卖了吧 江老 像他这种人 就应该牢底坐穿 可惜呀 竟然拿着你 从他身上刮来的钱 还要心里尽你的恩 苏若水 杀人诛心 江老 如果我真的怨恨江家 有无数方法可以选 你应该知道 这是最两败俱伤的方式 你给我一点时间 我会找出证据证明 我是清白的 到底是证明你的清白 还是给你时间做伪证 江老 若不是今天我们立刻发现 江家怕是有危险 是 赶快把他送到警察局吧 不然江是会被他害垮的 既然 这些天来我都在真心改功 这些你都亲眼所见 你能相信我吗 苏若水 你要我怎么相信你 够了 都安静 苏若水 东西是从你手机里查出来的 既然你想解释 那就到警察局去说吧 难道我真的逃不开远处的结局 呃等一下 好像弄错了 若水的手机 是这个 刚刚把手机捡起来的时候 不小心放错了 两个手机一样哎 什么 你怎么不早说 那这是谁的手机 嗯 这好像是小叔的手机 这不可能 肯定是这个苏若水干的 这肯定就是苏若水的轨迹 您可不能真的信了 没有账目 你个不争气的东西 看看你做的好事 行啦 你听我解释 这东西怎么可能出现在我的手机里 一定是她 这个女人她诬陷我 我诬陷你 江连 你可看清楚 这是你的手机 我从头到尾可没动过 行了 你相信我 我是被冤枉的 一定是 够了 到现在你还敢含冤 难道你还想说啥辞干的 信封做到的东西 到现在 你还在攀咬苏若水 是不是 真要我孙子孤立无援 你才高兴 来人 上家坊 哎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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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人给我拖出去 逐出本事 永远不要出天在我面前 跟那个女人一起拖走 出了本事 江连可就只能接触江家的边缘应呢 这事直接把江连放逐了 二叔 我知道错了 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 我这些年为了江家 付出了那么多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二叔 江连 你错就错在 弄了一副该动的东西 拖刀 二叔 我真的是一只鬼迷心枪啊 二叔 别赶我走啊 二叔 二叔 今天的事 误会你了 事情查清就好 幸好账目还没有流出 没有造成实质性的损失 今天这件事 确实让你受委屈了 江连 毕竟是江家人 有些事 我好做得太难看了 我明白 不错 你是个懂事的人 靖然 去 给你妈妈道个歉 没关系 我和靖然的事 我们私底下会说清楚 江郎 我先送你下去 哦 我是不是告诉过你 不要冲动行事 你相信他没偷 他之前连过公司的无线网 确实让江连钻了空子 不过在来之前 我把手机全部清空了 如果是他偷的呢 我在公司招募的地址设置防火墙 每一个来浏览的ID 都会留下痕迹 我还查到 两年前有个陌生ID 来浏览公司的账目 是江连留下的 那他为什么不解释 他大概也以为 自己真的偷了公司账本 这个傻子 被当成替罪羊都没发现 江景然 你错怪他了 不可能 李清清说的没错 他就是怨恨江家 恨不得怀孕的时候 吃打胎药把我留掉 你啥过 江景然 我真的是高估了你现在的至少 打胎药是苏家人 悄悄放进他饭盒的 这件事情之后 他去医院打了五个月的保胎针 才把你保下来 爸 你就是在为他说话 我在阐述事实 这段时间 他对你的好都是真的 这点你不能否认 如果他之前做的一切都是真的 那他说喜欢我 是不是也是这样 不能解决什么问题 走了 看来你离一个合格的寄生人 还差得很 如果是行什么事实 都是你一样 小心 是 阿慈 阿慈 你别睡阿慈 喂 送我车吗 这里有车户 阿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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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此不会有事的 他可是大反派 他不会有事的 既然 对不起你说什么对不起 啊 医生 医生 他没事吧 江夫人伤得不轻 还好没有生命危险 伤成这样 能支撑这么久 真是难为他了 医生 天上醒了 爸 你醒了 感觉怎么样 冒冒 冒冒失 像什么样子 爸 你还清醒着 这已经超过一个小时了吧 我也不知道我能维持多长时间 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查出来是谁干的了吗 是李清清 他已经被抓进警察局了 我已经吩咐下去 一定不会让他好过的 爸 那我们的计划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等我出院以后 你去找个材料商 和江脸联系一下 再把严惩项目的合作放出风去 人啊 站在越高的位置 才能摔得越狠 我懂了 那还要不要告诉他 不用 不过比起这个 你更应该好好考虑考虑 该怎么向他解释 哦 知道了 无常柱子被你赶走 又被你误会成这样 说换作寻常人 岂能与你善罢甘休 他只是你的母亲 没有义务给你收拾烂摊子 我知道 爸 公司还有点事 我明天再来看你 脑子没怎么长 脸皮倒是挺薄 小帅 你醒了 疼不疼啊 我说你傻不傻 车撞上了你还往前冲 真是不要命了 你要真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有十张嘴都说不清楚 不疼 医生说我们伤得不重 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幸好他没事 我的小傻子还能继续陪着我 不对不对 我迟早要离开的 现在只是攻略保命而已 怎么会有这么危险的想法 谢谢你啊 要不是你 我估计要被撞死了 等等 锦燃呢 嗯 我们两个突然出车祸 公司还有事 他肯定应付不来的 我得去看看 不许去 你都受伤了 他还凶你呢 你听话 锦燃平时的压力很大的 我们要对他有耐心 嗯 我已经给爸爸打过电话了 也行 江老肯定会帮陈锦燃的 伤伤这样还想着 江锦的那个臭小子 也不知道多关心我 没良心 小兔崽子 这都出院了 也不过来看我一眼 已经过了四十八小时了 看完 是真的恢复了 热水 我们 走吧 嗯 拍卖会怎么会给我发药金函 还是今晚 邀请人 江锦燃 这是什么 这是锦燃邀请你去拍卖会啊 这孩子 怎么竞争这些有的没的 这不是看着挺开心的 口是心肺 突然一个人行动 还有点不习惯 也不知道江锦现在在做什么 接下来 是我们的压咒排品 什么情况 都到压咒排品了 竟然呢 这不是堂堂江夫人吗 穿这么寒酸 你是来买菜的 弱水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 我听说 这次江家也被邀请了 怎么 没人跟你一起啊 那还用问吗 没人搭理他呗 苏媛媛 出门不刷牙 也束束口吧 嘴怎么这么臭 那不是江夫人吗 快结束了才来 怎么看都像来蹭场子的 什么江夫人啊 崇勤亮就是个肚子蒸气的保姆 我听说 他在江家的日子可不好过 连他儿子都不喜欢他 我怎么听说 他偷拿江家机密文件 说是要被赶出家门了 还有这事呢 你这混得可以啊 他要被赶出家门了 什么 那之前的投资呢 爸 你都说了他要被赶出家门了 那就没有投资咯 那钱呢 把我拿钱给我还回来 你的钱 赠予合同里白纸黑字写了的 钱是你自愿给我的 我为什么要还 若水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难道你多心不义也得罪了婆家 现在连娘家都不要了吗 好啊 你敢偷吃 对不起 我 我实在是太饿了 若水 你还真把自己当苏家人了 我告诉你 你就是个连下人都不如的脱油瓶 滚出去 不准你动我家的东西 一个只剩不营 为了一千万匹里就把我卖了的娘家 要了让你们再卖过一次吗 逆女 你个野种还想躲 我告诉你 今天钱你拿不出来 你哪都别想去 你还跟他废什么话 把他给我带回苏家 看他怎么还给我应激 这是公共场合 你们敢动我 我告诉你哦 公共场合也管不着苏家教育野种 来人呢 把他给我按住 真可怜 婆家不疼 娘家不爱 到最后 两头都不老好 还不如好好伺候傻子的 好歹能混个温饱 若水 你还是赶紧把钱交出来了 对大家都好 要钱没有 不如这样 你再卖我一次 看看这次值不值一个亿 谁给你的胆子欺负我母亲 姜慈怎么在这里 你刚才就是这只手蛋 是吧 我 我 怎么样 没事吧 我没事 如果姜慈一直不恢复就好 你敢动我母亲 苏若水这个逆女 她骗光了苏家所有的钱 我作为她的父亲 我管掉她天经地义 原来那笔钱是她从苏家拿的 我没记错的话 现在苏家的资产 应该都是我外婆留给她的吧 这些都是我赚的 她只会花钱 要是没有我 苏家的产业早就没了 就是 苏家供她吃供她喝 她应该感恩戴德才懂 对了 小姜总 既然你来了 都说母债子偿 要不那一个月 你替她还了 算得这么清楚 那苏家从姜家捞的好处 是不是也得算算 苏家什么时候捞过好处 这些钱都是我自己辛苦打拼出来的 是吗 那从今天开始 苏家和姜家的所有合作全部终止 我们合作这么多年 怎么说终止就终止 竟然 你可不能一起用事 若水刚骗走了那么多钱 你现在跟我终止合同 不是要我们的命吗 那就重新再打拼一遍咯 竟然 你小淫乱说话 外公不是这个意思 是啊 竟然 咱们是一家人 你现在清算 不是让苏家破产吗 够了 拖出去 敢欺负我母亲 就要付出代价 苏苏水 你个逆女 你放开我 他这么追你娘家人 竟然 你是不是该解释一下 为什么现在要请我过来 还带着你爸 我想等把东西买好 你来了刚好送给你 但是时间一顾错了 那不是这次的压州拍片吗 据说成交价都一千万了 江几然为了给他找场子 连苏家的后路都给断了 刚才 谁说他们不合的 对不起妈妈 你叫我什么 妈妈 难道我不叫你就不是了吗 难道我攻略将军人成功了 阿子 你听到了吗 竟然叫我妈妈 听到 你 你别哭啊 我保证 以后不会再误会你 小兔崽子 真是要吓死我了 还给我买这么贵的项链 乱花情 要不然还是退了吧 这是我给你买的 你敢退 我退不退 谢谢乖二子的礼物 妈妈很喜欢 快给妈妈亲亲 这里是公共场合 好好好 我们回家 现在我岂不是只要躲过最后的房产项目 就可以收拾鬼蛋了 还有点舍不得 果然 他就是喜欢珠宝 还口是心非 我原来只以为你是没眼光 没想到连眼色也没有 他明明想退了好不好 你又没有给他买过东西 怎么知道他喜欢不喜欢 我似乎 真的没给过酥热水 我那是没时间 这样不过你也不用送吧 毕竟妈妈应该更喜欢孩子送的礼物 恰好我还是他唯一的儿子 你是怎么得出这个劲了的 我今天就让你看看 他不仅喜欢我送的礼物 还更喜欢我 嘴硬 妈妈回来了 哥哥你怎么回来了 这是我家 我为什么不能回来 哥哥还记得 你突然在外面住这么久 我还以为你忘了呢 猪猪 这次是我做错了 下不为例 有一就有二 跟我来一下 我有东西给你看 干什么 你跟我来吗 我知道是我错了 聊了我吧 搞什么 神神秘秘的 不许偷看啊 小心抬肩 招数那么痛 还不如我的项链 可以看了 这是给我的 怎么突然送我这个 怎么 竟然能送 我不能送啊 还跟自己亲儿子比啊 这是什么 我们的家 这个是我们的房间 这个 是猪猪的房间 原来是家啊 喜欢吗 果然 还是应该送她个城堡 喜欢 特别喜欢 谢谢你啊 还从来没有人送过我这样的礼物 以后 还会有更好的 这么容易就满足我 果然是更喜欢我 我和江慈之间 哪还有什么以后 想到要离开她 怎么 还有一点舍不得 你不相信我 我当然相信 不过已经很晚了 你该回去睡觉了 刚收礼物就搬我走 翻脸无情的女生 你为什么要搬我走啊 谁搬你走了 也不看看现在几点了 你该去睡觉了 我不走 我就想跟你在一起 今天又没雷霸 我自己一个人睡觉 我害怕 而且 我听说夫妻就是要一起睡的 但是我不适应跟别人一起睡啊 作为夫妻 你要尊重我的习惯 我 我睡啊 我就想跟你一起睡 你也得尊重我的习惯 这真的是傻子吗 怎么学得这么快 我困了 睡觉 等等 回你房间去 算了 反正以后 她也不会再黏着我了 下不为例啊 怎么这么没有防备心 什么要求都敢答应 你干嘛 阿慈 你没事吧 是不是又头疼了 我看看 好烫 是不是发烧了 我不头疼 没发烧 前段时间才上了头 现在又发烧 不会是复发了吧 我 我是热的 不行 我们得去医院 不是 我不去医院 喂 救护车吗 快来一趟 僵少发烧了 不是 你有没有听我说话 医生 他这是什么病 问题不大 您仔细看看呢 他前段时间才撞到头 要不然 做个脑部CT 住院观察一下 脑部CT 如果真做了 不就暴露了 弱水 我是感冒了 头晕 嗓子疼 头晕 不是头疼 也许是感冒引起的头晕 没必要做脑部CT 如果实在不放心 可以去楼下 打一次消炎针 再回家观察观察吧 我们打 阿慈 你听话 打了针才能好 你不是头很晕吗 走 我扶你去 我没病 我不打 这么大个人 我也拖不动 看来 是要想想别的办法 阿慈 你如果不乖乖听话 以后就没收手机 再也不准打游戏 这个女人到底知不知道 我的手机里有多少秘密 我打 我打 你看 很快就打完了 是不是不疼 阿慈这么勇敢 想另一个冰激凌 热水 我想喝水 不就在你手边 哎呦 我胳膊疼 够不到 喝吧 胳膊疼端不动 走吧 我们该回家了 没劲 你得扶着我 好好好 我扶着你走 看猫还让人变矫情 这么快就睡着了 也不知道烧退了没有 脸上冰冰的 也摸不出温度啊 应该是外面天气太冷了 脸上温度还没下来 你干什么 是刚刚手端过热水 太热了吗 他到底想干嘛 怎么离我这么紧 阿慈 你又发烧了 快走 我们去医院 江少似乎是对 萧嫣针的反应有点大 需要再打一次退烧针 我不打 不打 早上打过右臂了 现在打左臂吧 不是 你 你听没听我说话 我说我不打 阿慈 你现在都发烧了 如果不打针会更严重的 我没病 我不打 你敢吓我 你信不信我 信不信什么 你信不信我 让奥特曼过来炸死 奥特曼只会讨伐不听话的小朋友 老实点 你们真的不是在故意整我吗 你们去干什么了 你爸生病了 我刚带他去打针回来 处子还敢笑 竟然 公司最近没事了吧 上次的资金危机提前了 会不会原助理 我的死期也提前了 没什么问题 没问题要注意 邮寄是房地产的项目 我听说去年那个严重项目 现在已经开始干了 最近新闻总报的烂尾楼 你可要小心哦 我知道 他走过提到房地产 还特地说严重项目 到底难了我什么事 相思一点恢复的迹象都没有 以防万一 还是要多捐点钱 听说苏家在想办法和将脸接触 需不需要 如果把苏家搞到手 我就不成私心问题 什么 乖儿子 你在家看着你爸 我这就去制裁他们 不是你等一下 不知道听人说话呢 还有你 你跟他提苏家干什么 我只是想问需不需要 帮他把外婆的财产收回来 做事一点都不谨慎 去办件事 苏儿水 你来干什么 滚出去 你这个女女 今天要是不把钱和合同 追回来 你就别进苏家这个门 认回苏家 你还真以为我稀罕 不过你们是不是忘了 这栋别墅 还有现在的苏家 可都是我妈留给我的遗产 该滚出去的人 是你们才对吧 苏先生 苏夫人 我是叶女士在事实请的律师 当初叶女士的遗嘱中 她名下所有珠宝 不动产 以及公司全部股份 都应该属于苏小姐 只是当时苏小姐还未成年 这笔资产 才交由苏先生您打理 现在 依照法律 您应该将苏小姐的财产 悉数奉还 你以为你随便拉一个野鸡律师 就能跟我叫吧 想要苏家的家产 你也配 配不配可不是你说了算 放心 该是我的 一分都别想赖账 不是我的 一个亿我也不稀罕 张律师 轻点吧 苏苏水 你个野种也敢惦记苏家的财产 你给我滚出我家 你说错了 我不需要惦记 因为这些本来就是我的 该是你们 滚出我的家 苏水 都是一家人分什么你的我 这些年如果不是你爸爸之称 当初公司早就倒闭了 你拿了那么多钱 现在还要别的东西 跟这个杂肉讲这么多干什么 跑不了呢 还不快把他给我安住 看我不打死他 说不过我就打算动手 我旁边这位可是金牌律师 你们敢动我 小心牢底坐穿 就凭你还想威胁我 别忘了 这里是苏家 只要我想 没人能活着走出去 苏先生 你这样是违法的 法 想告我 那也得看你有没有这个命 曹帅 我怎么忘了 这可是触犯了 半个刑法的垃圾 先跑 你真敢把我怎么样 枪架也不会山巴干修的 等你死了 我看谁能知道是我干的 苏水 你这回真的把你爸爸惹生气 你现在放弃遗产 再给警人打电话 让他转两个亿过来 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见过果小脑的 没见过果小脑的 你怎么不干脆抢银行去 妈 你跟他说什么道理 苏水 你不是很狂吗 你睡了个傻子 还真以为自己少奶奶 现在落在我的手 看我怎么收拾 你们最好这次真能把我弄死 否则 我一定百倍千倍报复回来 臭丫头 看看是你的嘴硬 还是我的皮带硬 你个老灯 我得给我撒开 里面的人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把酥水水放了 否则 别怪我不客气 刘少你怎么来了 居然还是为了酥肉水 都愣着干什么 赶紧救人 柳少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是来帮酥肉水要遗产的 实相的话 就抓紧时间把遗产交出来 这么寒酸 还有人抢 柳少 你怎么能帮着酥肉水呢 你忘了我们什么关系了吗 本少的决定 轮到你过来 喂 去苏家 帮酥肉水拿回遗产 你谁呀 还敢使唤我办事 江慈 你骗人也不打到草稿是吧 江慈是个傻子 你们刘家不准备要东区的合同了 你 你怎么会知道 你真的是江慈 立刻去办 还有 管好你的嘴 备车 去苏家 是 要不是那个龟苏威胁我 我怎么可能来管你男人的闲事 苏元元 如果你把家长还给他 我可以考虑给你个机会 继续跟我在一起 你说的是真的 阿姨 快点给刘少盗查 慢着 刘少 我们的家是你来管不合适吧 我管他合不合适 这件事我还偏管定了 十分钟 如果我不配合 我可有的是手段解决问题 你 快点把衣产清点一下 盒头拿出来 把这儿出彩子给我弄出去 爸 别冲动 这可是刘少 如果我跟他结婚 苏家的未来都不用愁了 刘少 你等一下 我一定帮你收服我吧 刘少 你为什么帮我 还不是为了南部的合同 你回去记得跟你儿子说一声 今天我是又出人又出力 原来是警察 管他是什么目的 反正今天 必须先把苏家收回 爸 要不你就先把财产给他 你个背家子 你还敢搁不着我外拐 老公 元元可是为了苏家 是元爸 这都是权益之解 如果我能嫁给刘少 那别说是苏家了 刘家都是我们的 笑话 你以为豪门是你说进就进的 等你嫁给他 黄昏菜都凉了 可是爸 刘家的手段您是知道的 他今天带了这么多人来 这个合同我们是不签也得签了 与其这样 那不如我们把婚约争取来 老公 元元说的对啊 再说了 就算真的给了苏肉水 咱们管理苏家这么多年 这账算得清楚吗 好啊 给他 就算刘家洗不头 曾经的债务和苏家增值的产业 也要让他给我吐出来 你们商量好了没有 我们给 那就先把这份合同签了 苏肉水你别得意 这些东西 早晚我们都会拿回来 驴小很疯嘛 但可惜 没这个早晚 你这是回收旧家具是吧 对 这个家里所有能回收的 全都搬走 莫学班 洛水 你想干什么 卖家具啊 现在这套房子 还有房子里的东西 可都是属于我的财产 我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差点忘了 这道房我也已经卖了 明天就有人来收房 刘少说的对 这么寒酸的地方 还是早点卖了好 秘女 把这房子给我收回来 我卖我的房子 还需要经过外人同意吗 刘少 这几个人方便借我用用吗 用 你们几个 把他们身上的西服 裙子 全给我扒下来 这些可都是花我们苏家的钱买 还有他手上的手镯 那可是我母亲的东西 你也给我摘下来 干什么 苏如水 你别欺人太善 我欺人太善 张律师 我的行为 有没有触犯法律 根据调查 苏家现在的开销 全部来自于苏小姐的个人仪仗 只要涉及这笔开销的 都应当如数归还 听到了 这可是我的合法权益 你们用我的钱买东西 一件也别想带草 爸 苏水 我可是你爸爸 你忍心让爸爸一无所有吗 你不是本来就一无所有吗 怎么 清账了别人的东西 就以为是自己的了 你说现在的素贾 能比多是钱 你敢 为什么不敢 等我卖了公司 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我 果然 到时候就该直接把你掐死 那可真是可惜 我不仅活着 还要拿回所有你侵占的东西 都看清楚了 不准让他们带走一件属于苏家的东西 是 你干什么 刘霄 他这么欺负我 你也不管管 为了合同糊弄你两句 还当真了 回去照照镜子吧 你配得上我 缩水 这一切一定都是你支持的 是不是的 你能帮我怎么样 走吧 刘霄 今天你帮了我 要不 我请你吃个饭 感谢一下 谁要吃你的饭 南部的合同你别忘了 竟然你看 你妈妈我手上也有财产了 这么夸啊 是啊 原本苏家还想囚禁我呢 还好你找刘绍来帮妈妈 真是妈妈的心肝宝贝 臭小子 露全都染得下 你要出去 家里的零食该捕货了 准备出门采购 你有时间吗 我有 我有事 你和我爸去吧 也行 阿慈 你吃完我们就出发 嗯 那个小兔子还挺好看 阿慈 来这里做什么 我们还要去采购呢 我要三十个游戏币 余额不足 哎 你的小天在手表好好的 砸他干嘛 可他没钱了不是坏了吗 不怪手表 是我忘记给你充钱了 只能玩一会儿可以吗 想玩玩机这种东西 原本就有记性性 只要掌握物理平衡 就一定能抓到 没关系 只是失误 这个玩玩机里的玩偶是最多的 明显抓力也是最差的 不去试试别的吗 不要 怎么还跟个玩玩机叫上劲了 阿慈 游戏币已经没有了 我们去采购吧 哼 这个急起来作弊 你加个娃娃怎么还急眼了 快走了 我们还要采购呢 再买三十个 别闹了阿慈 我们已经有这么多娃娃了 我还没玩够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们已经耽搁很久了 求你 姐姐 好吧 最后三十个 娃娃你再不走 我就自己走了 走走走 阿慈 你怎么就跟这个玩玩机过不去啊 我还没玩过 只能完全了 我还没玩过 它就是 你怎么购呢 你怎么购呢 在这里 我还没有用 我还没玩到 你 是这个娃娃 yes 送你的 送给我的 是啊 刚刚你看了他演 所以你就加了这么长时间 只是为了 我看了一眼的娃娃 这个傻子 这些游戏币都给我买十个这样的娃娃了 明明我都准备好滚当 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不喜欢吗 那扔掉 喜欢 特别特别喜欢 那就把这些扔掉吧 不行 我都喜欢 全部带回家 居然这么喜欢臭娃娃 那以后就大发慈悲多给他抓一些吧 好啦 这些娃娃都是我的了 以后搬走也要带着 你要搬走 没有没有 我意思是 就算是搬家 要把他们都带走 怎么又嘴飘了 想到要走之后 还真有点舍不得 你要是喜欢 我可以一直送给你 爸 出事了 茫茫茫装装 像什么样子 竟然 怎么了 妈妈 你看这个 苏家人在开发布会抹黑你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苏氏前总裁 就在一星期前 我被我的亲生女儿 踢出公司 自从她接手公司以来 公司账目出现严重问题 我怀着悲痛和无奈的心情 恳求大家 放弃对苏氏的支持 看来她是狗心跳墙了 让我去看看 她准备做什么药 苏家突然出事 这两个日记 你去公司守着 我陪她去 好 是我没有交好若氏 让她探目虚弱 为了一己私欲挪用功款 是啊大家 苏若氏 就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家庭主妇 苏氏在她手里 迟早有一天会破产的 所以各位 一定要擦亮双眼 一定不要被当成韭菜了 放心 我只会把你这种蠢货当成韭菜 你女 你还敢出现 我一没偷二没抢 有什么不敢出现的 倒是某些人 又偷又抢 还在这里装受害者 招摇过世 你 诸位 就是她 苏家祖祖辈辈的基业 就毁在她的手里了 若水 你一个女人 连账都看不懂 怎么管公司啊 现在你把你爸爸请回去 还来得及 怎么 把她请回来 继续挥霍我的财产吗 你居然如此执迷不悟 你一个只会花钱的女人 怎么管理公司 我承认 我确实不会管理 也不会看账 这不是在害我们股民吗 就是 外加女 直到还不让位 就是 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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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大家的想法一致 我已经把苏氏 低价转让了 大家放心 转让协议 已经正式签约 以后 刘氏就会好好的接管苏氏 如大家所愿 专业的人 还能做专业的事吗 一个混账东西 你居然把公司给卖了 还低价 我的产业 我想卖就卖不行吗 毕竟啊 我可是个只会花钱的女人 当年她妈死的时候 公司只有三个亿 还有不少债务 现在公司市值几十个亿 这能一样吗 一个吃里扒歪的不小东西 公司的市值都翻了这么多倍 之前拿走也太不厚道了 这可能是一家人 为什么她一个人把钱都拿了 哼 我不像 我不像 你一个父皇男 婚内出轨 霸占我妈的遗产二十年 让我从小吃不饱 穿不暖 我凭什么孝顺你 还有脸跟我提债务 那些负债都是你欠的赌债 你怎么不告诉大家 那些负债最后是怎么还上的 你给我闭嘴 是卖女儿还的 当初你用江家一千万的合同 换我嫁给江慈 到底谁才是吃里扒歪的东西 你别血口喷人 有本事 你拿出证据啊 若水 阿姨虽然不是你亲妈 但是也带你不保 你怎么能这么污蔑你的家人 这女的 撒谎都不带打草稿 就是 无凭无据的小血口喷人啊 我记得江慈是个傻子吧 谁会好堂堂的家给傻子 我们是执法人员 接到苏若水小姐的律师举报 苏先生杀人未遂 现在要将苏先生捉拿归案 放屁 你胡说什么 你拿出证据来 我可没有陷害你 那天在苏家 我全程录了视频 有律师和刘少作证 你跑不掉的 别抓我 都是他 我什么都不知道 快救我吧 你休想多善其身 我要控诉 控诉江城集团 严惩项目材料严重违规 张氏集团为了转移视线 才给我们下了圈套 严惩项目 就是那个高级住宅项目 这可不能烂尾了吧 我家可背了四十年的房贷呢 苏家和江家可是亲家 这事不会是真的吧 严惩项目 不就是原住中 最后的大危机吗 怎么剧情又提前了 但原住里 不是资金锻炼吗 怎么变成材料违规了 消息行 请我提起 严惩项目的事 我已经知道了 静然 快点封策消息 有人故意带结束 来不及了 走 我们去公司 我们怎么办 大家请稍安无告 给我们合理解释 将是会给他 一个合理的代步 那个毛孩子 说什么大话 严惩项目材料有问题 抢他的你住啊 就是 老子掏空六个钱包买房子 烂尾了全家都要喝西北风 早知道应该不分了 住手 你怎么来了 你来干什么 快回去 怎么会发酵的这么快 你有没有受伤 这事你别管 快走 阿慈 何几人进去 我不会留下你 大家都惊一惊 你们现在行为属于非法剧中闹事 难道非要我们报警吗 你算什么东西 今天江家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 就是 江家这么大公司 难道就算女人和小孩了吗 这分明是不想解决问题 黑心公司还钱 闹事解决不了问题 你们都买了严惩项目的房子 和江氏是共担风险的 江氏因此破绽 对大家都没有好处 你别站着说话 不要疼 换成你房子烂尾 你试试 你算什么东西 让管事的人出来 我向大家正式的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苏家公司法人苏肉水 同时也是江家现任当家的妻子 江景然的母亲 我已经抛售苏氏 解决这次材料问题 请大家相信 这次对于江家 只是一个小问题 我们很快就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谁要你的答复 老子要钱 今天你们还不了钱 我就把你们公司给拆了 对 把你们公司拆了 今天要是拿不到钱 就别想让我们走 大家别激动 眼前只是小问题 材料的事情 我们一定会找到解决办法的 封条都贴了 能有什么办法 这个女人就是骗我们的 骗子 还钱 骗子 给新公司 阿慈 先走 我干什么呢 我在这干什么呢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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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江慈 疼不疼啊 没事啊 这是皮外伤的 你看 没事一点都不疼 江慈你个大傻子 吓死我了 干嘛要救我 要是你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我一个人该怎么办 你放心 我永远不会让你一个人的 苏若水 你心动个什么劲 他很快就要恢复了 你也很快就该滚蛋了 既然 严正项目的材料真的有问题吗 你别管我能解决 你个匠小孩 你要急死我 竟然 你就告诉他吧 材料是外包出去的 我也不知道 难道原住主的信不能被改变 但是江慈现在还没恢复 不行 再不想办法就来不及了 这张卡里有五个亿 是苏家不动产折线的钱 你先拿去用 如果不够的话 我再想办法去凑 这是你的钱 我不要 你听话 可是 你想眼睁睁看着江家破产吗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你不是跟我说你准备好了吗 爸 是我没处理妥当 让妈妈差点受伤 算了 我也没想到 他会为了江家做到这种地方 不过事情发酵成这样 看来某个蠢货已经上钩了 爸 我们要不要告诉他真相 没有回头路可走了 等这件事情过去之后 我会亲自告诉他 那现在 狗鸡跳脚 你去告诉你 可以准备 苏小姐 我们现在不准备 继续收购租室了 什么 不收购了 我们可是签好合同的 当初还不是看在 僵尸的面子上 才会接盘租 现在僵尸都倒了 谁想收购你的滥餐 合同签字就具有法律效应 你想违规 我就违规了怎么样 你到我呀 不用是有的是时间跟你吼 不过 看在你可怜的份上 我网开一遍 这三成价格 能卖就卖吧 什么 三成价格 你怎么不干脆去抢银行啊 这不就是称货打劫吗 但这是僵尸恢复权的 最后一次危机 如果不解决 将这就真的要破产 抢银行 现在你去抢银行 都抢不来这个价 狗小姐 你可养好了 成江 尽快给我汇款 不许妈 我自己有办法 既然 你听话 这件事情过去后 苏家可以卖三倍以上的价格 那江家怎么办 放心吧 钱没了还能再赚 当务之急 就是快点把材料都换掉 不能让江家 被这个项目拖垮 他为了江家 居然可以放弃 自己所有的财产 阿慈 你快进去 受了伤不能吹风 原助理江慈 是借助了林氏的帮助 才扳回一局 现在江慈还没恢复 那我是不是 也可以去林氏谈谈 你好 我是江几然的母亲 有很重要的事情 想跟林老谈谈 很抱歉江夫人 林老现在不在公司 能不能通融一下 我真的是有非常紧急的事情 要见林老 那就是江夫人 看来真的走投无路 江家这次的事 就是个无底洞 你们快看新闻 江老都突发心狗 送去医院了 这次江家真要玩了吧 听说江家今天 临时召开股东大会 我看是急着篡权啊 什么 真的按照剧情开始走 江氏怎么还不回复 江夫人 你还是先回江氏看看吧 各位股东伯伯 严重的项目 我会尽快处理好 江氏当前受到的影响 都是暂时的 暂时的 扯吧你 现在严惩的项目 闹得人尽皆知 竟然啊 我劝你 趁早把大权让开 非得等着被赶下台 让大家多难看 这么难看 那你这个被赶下台的 怎么还厚着脸皮 出来蹦的 你怎么来了 我要不来 都看不到有人欺负我儿子 苏若水 你最好看清楚了 这是江家的股东大会 你也不看看自己的身份 你也知道这是江家的股东大会 一个肇事逃逸的罪犯 也有资格坐在这儿 现在整个江家都是阿脸的 你能拿我怎么样 江家是江脸的 诸位也是这么想的吗 江市的股东大会 你个苏家的凑什么热闹 对啊 这儿可是公司 没地方给你撒不过 还呢 还不快把他轰出去 什么时候 外人也能对我们说三道四 苏若水 看着 现在你怎么不说话 赶紧带着你的废物儿子 滚吧 闭上的臭嘴 我儿子比你这种搞砸大单 窃取机密的人强多了 苏若水 你别给脸不要脸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现在四处求人 丧家之犬 你看现在还有人肯帮你 跳梁小丑 现在只有阿脸 才能解决严惩项目的问题 江家只能是阿脸的 识相的 趁早把位置让住 各位股东也说这个意思 竟然 大权本来就是能者拒之 你还只是个孩子 现在事情闹这么大 你也不想看着江家破产吧 我当初就说他不靠谱 要不是江老立宝 怎么可能让一个孩子胡闹 江老还没血 你们就急着篡权 你就不怕事后被追责了 那个老东西早就进ICU了 等收拾完你们 他也别想跑 爷爷那么气准 你居然安江仇报 那是他自找的 如果不是他从中做稿 江家继承人怎么轮得到你 不管怎么样 排楼检查结果没出来 项目就不算真的出事 我是不会同意让权的 现在还在做梦呢 不瞒你们说 那个劣质材料就是我们弄的 不仅如此 整个岩城的材料市场 都被我们垄断了 现在看你们还怎么翻身 这么快就交代了 小叔 你也不怕翻车 还教我做事 我现在就让你翻翻车 相连你个畜生 连小孩都打 你要脸吗 我不仅要打他 我还要让他生不如死呢 苏苏苏水 你现在跪下来求我 我可以给你一个夜总会的工作养活他 阿脸 你太善良了 要我说呀 就应该送他去东南亚做鸡 看来你们连最后的生路也不要了 还嘴硬呢 那个老不死的连爬都爬不起来 还有谁能帮你 你的傻子爹 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来人 把他们给我按住 动他们一下试试 来迟了 好热闹 你总算来了 怎么回事 阿慈 江慈 你恢复了 好生气啊 这不是剧情里的场景吗 江慈什么时候恢复的 我恢复了 看到我们出现 你很失望啊 恢复了又能怎样 言成项目弄得满城风雨 智慧已经决定 让阿脸接管 是吗 谁决定的 这也是情况所迫 是啊 毕竟井然还只是个孩子呢 江总 我们也没想到你居然恢复了 这就是你们逼井然让拳的借口 是又 现在言成项目出问题 都是因为江井然管理不到 他既然管理不了公司 就该让拳 刚刚好像你不是这么说的 我只是给他挖了个坑 他自己往里跳 是他蠢 他活该给我挪位置 反正那个老不死的还在ICU 你以为你能改变什么 那可真是让你们失望了 江王没事 你 你没事 要不是装了一遭兵 我还真认不清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你没事正好 现在言成项目的劣质材料出了问题 江家 你不给也得给 你瞪大你的狗眼给我好好看看 这笔材料根本就没问题 这不可能 江练 你还真是一如既往的蠢 你阴我 那个材料上是你的人 江老 都是他 他差点让江家破产了 把此的计划 一早就通知我了 如果你不上钩 江氏一点事情都不会有 蠢货 原来项目从一开始 就是江刺给江影下的套 他早就恢复了 小叔啊 我提醒过你 锦然也早就知道 表哥 我没想跟你讲 我只是想暂时带你 等锦然长大了就还给他 然后 顺便把我的老夫也卖到东南样是吧 你以为我跟你一样蠢 都是他 都是他干的 敢做不敢当 竟然拉个女人出来你罪 你 你真是 太令我失望了 江警察把他带走 好好关照 二叔 我 我不是故意的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吧 你就饶了我这一次 我如果进监狱了 我这辈子就毁了呀 表哥 表哥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不知道你恢复了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江林 你应该庆幸我爸 否则 我一定让你生不如死 把江林 还有这个女人 都给我送到警局 好好关照 还有谁反对 没没没意见 江老 您身体好就行 我还有点事 我先走了 那今天下雨 我没带伞 先走了 还好有你提醒 否则的话 我还真要被江林 蒙在鼓里一辈子 还有你 还有你 这段时间 为了江家 进前途后 辛苦了 爷爷 我爸妈应该还有话要说 我带您去看看 严惩项目的进度吧 好好好 阿子啊 你好不容易恢复了 好好过日子 孩子们 也有个完整的家 我知道 既然 我们走 江慈 你什么时候恢复的 把我一个人 蒙在鼓里那么久 现在总该给我一句实话吧 从我被花瓶砸到 去医院开始 只是那个时候 还不太稳定 原来两个月之前就恢复了 难怪原住的剧情 提前了这么多 周帅 实处有意 我真的不是故意想骗你 我能理解 毕竟我之前还有前科 你不相信我也正常 不是的 之前我确实是 但是 但是我现在绝对相信你 我不是有意瞒你 以后也不会再瞒你 不要闹脾气了好不好 我可以补偿你 不许欺负姐姐 我喜欢现在的姐姐 姐姐现在 变好了 不一样 补偿什么 我们根本没有感情 你从来都不欠我 苏水 你别吓我 江四 我们离婚吧 离婚 苏水你别说气话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以后不会再瞒你 我没说气话 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我很感谢你相信我 不杀我 但现在你恢复了 我们也该回来 为什么 你之前明明建外苏家也要帮我的 我为江家尽心尽力只是为了我自己 否则今天 我的下场又能比江连好到哪儿去 你在说什么 我说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自己 不可能 别自作多情了 离婚写一说 我会让律师记给你 我绝不离婚 哪怕你不是为了我 我也绝不跟你离婚 怎么 难道你要说 你爱上我了 对我情歌深重 舍不得我走 对 什么 我喜欢你 爱你 苏水 咱不离婚 行吗 他说他喜欢我 不可能 他明明应该喜欢女主的 将此 我不需要失手 放我走吧 妈妈回来了 朱朱 妈妈有点事情 等一下再说好不好 妈妈要出去吗 朱朱 妈妈和爸爸 要分开了 你要和我爸离婚 他欺负你了 你们为什么要离婚 他没有欺负我 是我要离婚 对不起 这个行为 可能会伤害到你们 妈妈是不是不要朱朱了 你不要哥哥和爸爸了 妈妈怎么会不要朱朱呢 就算妈妈和爸爸分开了 你们两个 还是妈妈的宝贝 妈妈永远都会爱你们 不要妈妈 不要和爸爸走 我不能走 也对 江几然的志向 本来就是继承江凉 既然 那你照顾好自己 朱朱 我们走 苏尔水 你就这么着急要走 你对这个家 是一点留恋也没有 对吗 江慈 我当初是按照协议加给你 现在你已经恢复了 我的责任也到此为止了 责任 那锦然和朱朱呢 他们也是协议的一部分吗 竟然跟你 朱朱跟我 我不会阻止你看孩子的 对了 你也别让锦然有那么多压力 毕竟他还只是个孩子 苏若水 你敢说你对我一点感觉也没有 你明明 我想得很清楚 我们还是到此为止吧 他再也不会回来了是吗 我会把他追回来的 听说了吗 江总把严惩项目解决了 什么 他不是个傻子吧 江老怕他傻一辈子 还给他找了个老婆呢 他老怕早上熬出头了 没想到消息这么快就传开了 江慈怎么还不签字 算算时间 女主也快出场 苏小姐 那个小朋友非说是你儿子 我没见过他 就没给他开门 都等了一下午了 你认识吗 济然 你怎么来了 江慈知道你过来吗 看来是不知道了 济然 你突然玩失踪 你爸肯定会担心的 你先吃点东西 吃完我送你回去 济然 你 你别哭啊 怎么了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 你告诉妈妈 妈妈给你报仇 你是不是又不想要我了 济然是妈妈的宝贝 妈妈怎么会不要你呢 那你为什么要走 不给我发消息 不给我打电话 一次都不来看我 苏苏水 我以为你会舍不得我的 是妈妈错了 济然不哭了 我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 对不起 济然 你没有选择跟我走 我以为 我应该离你的生活远一点 不会的 什么 你是我妈妈 不管什么时候都是 我的翻派在 真的要收 嗯 妈妈知道了 妈妈知道了 我以为你能睡得踏实 离婚协议书 我看过了 聊一下吧 这段时间我处理了一些事情 有一些疑惑希望你帮我解答 什么 既然你不喜欢我 为什么带走我们所有的回忆 既然如此 为什么要和我离婚 你怎么知道以后不会出现你更爱的人 到时候肯定还会离婚的 我到底在说什么 会不会当成神经病吧 其实我知道 你不是原来的素肉水 或者说 你本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你怎么会知道 一个人的本性不会变那么快 而且 你的每一个举动 太巧合了 我猜测你知道我的未来 是吗 是 其实你生活的世界 是一本小说 不久之后女主会上线 你会爱上的 我在小说里 是个建议四千的人 怎么可能 你可是大反派 自私阴暗还偏执 和男女主相爱相杀了一千多张 那你呢 我 我就是个小炮灰 如果不是这段时间 尽心尽力地挽救江天 就会被你整死 所以结局是可以被改下的 对吧 你什么意思 热水 我只喜欢 非你不可 我不知道 你口中那个所谓的女主到底有多好 但是在我眼中 没有你好 我只要你 这几天 我把我名下所有的财产 全部过到你名下 什么 我用我的所有资产向你保证 我愿一生相伴的人 只有你 可我这样 就占了女主的位置啊 你从始至终都没有占任何人的位置 因为我的心里 只有你 以前怎么没发现 江四这么可量 难道结局 真的被我改掉了 从你出现的那一刻起 就已经被改了结局 不是吗 如果这样 那我勉强观望一下 热水 或许小说里说的没错 我自私 阴暗 偏执 但是我保证从今天开始 我会违背我的本能 无逆我的天性 全心全意地爱你 热水 我有这个荣幸 娶你为妻吗 我愿意 爸爸妈妈和好了 当然 是我把妈妈追回来了 真的 你们怎么来了 妈妈是不是以后都不会走了 嗯 再也不会走了